阿联市长杯羽球锦标赛在这个6日开打了 共有个人组还有团体组近300人报名参赛 而选手来自宜兰、新北、台东、台北 还有花莲县各乡镇 市长魏佳燕前往开球 也鼓励各年龄层的民众都能够养全运动的习惯 促进健康又能够多交朋友 花莲市长杯羽球锦标赛这个星期6日开打 共有个人和团体将近300人报名参赛 选手来自宜兰、新北、台东、台北 还有花莲各乡镇市 市长魏佳燕前往开球 也鼓励各个年龄层民众都可以养成运动的习惯 促进健康又可以多交朋友 今天非常开心举办我们羽球的市长杯 我们所有的报名的选手近300多人 有很多外省市的好朋友们一同参与我们这次的市长杯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花莲的一些手面孔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球友 在此我想花莲市公所会持续的推出我们各项的单项的运动 也希望说我们各主委都可以来跟市公所这边来申请我们这样的一个经费 也希望说让体育的运动能够持续的在 不管是小、中、大的孩子们持续的来扎根 那也可以培养我们社区的一些运动 那在此祝福我们所有今天比赛的球员打得开心 那也其实也不要计较我们的名次 其实主要是羽球会友 那相信大家都可以交到好朋友学到更好的技术 这次比赛有213位个人和团体10队将近300人报名参加 比赛分为国中、国小、高中组、团体组 将近300位羽球爱好者齐聚花莲在球场上相互切磋交流 市长魏佳燕表示 市公所会全力支持各单项运动推广 不仅促进民众的身心健康 也要让更多人来到花莲运动休闲观光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